据台媒报道 美国联邦参议院民主党人 于当地时间3号宣布 他们计划推出中国竞争法案2.0版 强化美国在科技安全和台湾问题方面 对抗中国的能力 对此由岛内网友讽刺称 保护费又要涨价了 台媒4号援引英国路透社的报道称 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 与同党人士声称 他们将计划在未来几个月 推出中国竞争法案2.0版 以限制科技流向大陆 并阻止大陆所谓挑起于台湾地区的冲突 舒默还宣称 这项中国竞争法案2.0版 将扩展去年通过的芯片法云云 对于舒默等人森举 有岛内网友质疑 这是要加钱的前奏吗 还有网友认为 这是保护美国利益而已 也有人讽刺 保护费又要涨价了 美国真是伪君子 更有网友批评 美国是在制造话题 把台湾地区跟大陆的关系推向极端 值得一提的是 美国众议院在今年3月 曾通过所谓台湾保证实施法案 要求美国国务卿 废除所谓美台交往的相关限制 对此国财办新闻发言人 朱凤莲回应表示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美国会某些人推动的涉台议案 严重违反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和国际关系准则 是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公然挑衅 我们敦促美国会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履行美国政府 不支持台独的严肃承诺 立即停止审议有关议案